外籍鱼工的快篩在端午連假 第一天和第二天就全部完成 苏澳有700多名鱼工 在两天内完成快篩检查 篩检结果都为阴性 苏澳政公所连续两天在篩检结束后 除了苏澳区渔会篩检站之外 连同渔会周边的巷弄也都一起消毒 苏澳政公所 因应这个渔会 在做外籍鱼工的快篩 篩检的工作 所以我们公所也在 连续两天快篩结束之后 我们也针对整个附近的区域 做全面性的消毒 包括从游客中心 还有主要的庙宇 还有周边的三条的主要道路 江夏路 海边路 还有南岸路 还有渔港路 我们都做了测试消毒 防疫没有假期 花莲县政府昨天公布案13196 13197确诊者足迹 在5月底到6月初间 曾到苏澳港旁的超伤 因此公所立即派员消毒 让民众安心 因为花莲的确诊 其中有一位 他的足迹有到过我们 苏澳镇在苏澳港前面的 一个便利商店 所以我们在媒体上面得知 我想这家便利商店 当天他们收到通知之后 他们已经有进行 自己进行整个清销的工作 那我们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的这个清销的人员 也到这个位置 在整个周边 都做了完整的这个清销的工作 公所消毒工作多由清洁队出动 哪里有足迹就往哪里去 防疫是大家的事 配合政府团结抗疫 祈求平安度过疫情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财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